嗨 大家 有沒有覺得很像是上次 剝皮辣椒的重播 因為我剛剛拍之前才發現說 我今天的打扮是 跟上次拍剝皮辣椒的時候 穿得一模一樣呢 對 今天因為最近天氣很熱 所以我決定要來做養汁甘露 因為它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想說不然來拍紀錄一下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需要的材料 在這裡 好 現在來煮雞皮吧 裡面其實一顆顆很快 5分鐘之後呢 關火 裡面心還有點白白 讓它稍微燜一下 讓它燜個10分鐘 趁這個時間我們來切水果 一果 不是… 葡萄柚 七果是什麼 大家也可以選擇看你是要用柚子 還是用奇異果都可以 其實主要是要它中間的這個果肉 大家可以看到嗎這個果肉 有果肉的果汁 白色這個記得要消掉 禮物 哇 世順平安 單手操作真是微賺 原來你把它切得太小 因為要吃起來有點口感 然後就把它裝進去 經過剛剛驚嚇之後呢 我們就吸骨米好了 所以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放到冷水裡面 200克的牛奶 100克的冰糖 把它倒進去 吸骨米好了之後呢 把剛剛調好的冰糖跟牛奶倒進去 然後放到冰箱裡面 進冰箱 切芒果 切成塊狀的 這是等一下要打成汁的 沒辦法切得很漂亮就丟進去 好吃 這個就漂亮了有沒有 沒有 剛剛拿在手上切有點太危險了 現在這樣切就比較安全 我以前不喜歡切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太過溜了 但是我手是有洗乾淨的 各位 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總共切了五顆 我總共切了五顆 因為我看食譜它是說大芒果要兩顆 然後我今天是做兩份 所以是大芒果要四顆 可是我今天選的都是小芒果 所以我就想說那就切個五顆好了 因為我怕量不夠 小芒果要飛出去了 好 這個是籽 先把它冰冰箱 要不是啦 這是芒果 筷狀的 這是要打成汁的 然後打汁 打汁一鍋 你騙人它下不去 可以…沒事 哇 讚讚讚讚 多吃餡 看到嗎 好像什麼蔬果汁之類的 好了 快完成了 接下來就把剛剛煮好的東西 依序倒進去就可以了 首先呢 先把這個薪米露倒進去 倒進去 剛剛打好的芒果汁 芒果汁倒進去 然後牛奶 稍微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之後 再來把椰奶倒進去 椰奶 喔 它要滿出來了… 完了 所以現在擔心我們的芒果 芒果倒進去會不會整個炸開滿出來 攪拌了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把芒果放進去了 先 我想一下我們先怎麼辦 把它炸開 你看什麼 我們該怎麼辦才好呢 先慢慢放好了 我們先放一點點 它要滿出來 跟剛剛切好的葡萄柚 我們把它丟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只是它現在看起來有一點點滿 我們先撈一碗起來吃 我們再把剩下的芒果給放進去 不要浪費 因為這樣要多洗一個碗 撈一碗起來 我們等一下來喝喝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剩下的這個 芒果也放進去了 它這樣就不會滿出來了 有沒有 聰明 完成 看起來就不錯 先給我們敬看一下 完成之後呢 我也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成功 我們先來喝喝看 其實看起來好像還不錯耶 我來喝喝看味道如何 喔 很成功耶 你要不要喝喝看 超級成功 皆さん 我來乘一碗給我室友 然後看它覺得味道怎麼樣 給你看一下我 我剛剛說要乘一個給我室友 你看這個看起來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側面 你如果覺得讚的話 好喝的話 在鏡頭比一個讚 好喝對不對 很像外面賣的耶 而且我糖油煎比較少 所以其實不會到很甜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切水果 因為我剛剛切水果切到有點點掩飾 然後最難的應該是煮西谷米 可是就是要稍微悶一下它才會煮熟 其他其實就很簡單 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它放在透明波裡面比較漂亮 這樣大家明天上班的時候就可以喝了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以做做看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簡單耶 認真的非常簡單 大家在家裡如果有試做的話 記得take我的IG 上一次做那個剝皮辣椒的時候 超多人take我的時候他有做 然後就真的是一個懶人料理 所以我就覺得慕名的有成就感 因為可能主頻道做的東西太難了 有嗎 泰式草泡麵好像也沒有很難 好啦 那就先這樣 各位掰掰 好喝好喝 喜歡 我會不會喝完 大家明天就沒得喝了